大聚学 大聚学是我们竹阳明魏晋上的一个学位 那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找到它 大聚学在我们的下腹部 在旗下两寸 去前真中线两寸的位置 那就像一个正方形了 是吧 旗下两寸 我们三指是两寸 也可以用大拇指用两寸 那么两寸 然后旁开两寸 其实就是一个正方形一样的 是吧 是一个正方形的位置 下边两寸 这是两寸 然后旁开两寸 这个位置就是大聚学 很好找 你看我们说的 在肚脐前正中线上 向下两横指 在水平旁开两横指 这是拇指 那么按的时候就有点酸胀感 那就对了 它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治疗 你看效果比较多 你看带大指的 是不是 大拒 治疗什么 小腹的脏痛 散气 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是什么呢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 料 料的不 怎么 不通畅 不是很通畅 好 这是小便不利 然后呢 男性的 一经啊 早歇 男科疾病 还有我们很多朋友 会遇到的一些 失眠 你看这个是不是比较特别 治疗失眠 那大剧 我们知道 治疗腹部的 脏痛啊 散气啊 小便不利啊 这是因为它在这个附近 对不对 而膀胱就在那下面 对吧 好 也可以治疗男性的 胰经和早歇 那更多的呢 可以治疗失眠 那它的组织功能 是比较多的 我们大家要好好记一记 那么做揪 也是很方便的 效果很好 我们来看它的配血方案 大剧呢 配天书 竹山礼 可以治疗长根主 治疗长根主 那么配天书 三音胶呢 可以治腹痛 配圣书 官员 竹山礼 三音胶 可以治疗 阳尾 一经 就是尿不出来尿 这是由于肾虚导致的 尿不出来尿 叫尿壁 这个壁住了 排不出来 可以用我们的大剧配 肾书官员 你看就补气的 竹山礼 强壮的 对不对 三音胶通调我们 这个三胶 可以把三条通道打开 那么配中极治疗的话呢 可以治小便不利 就是有时候 小便不利 有时候一会儿尿得出来 一会儿尿不出来 尿得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就是中间断序 我们很多就想到了男性朋友的前列腺疾病 对不对 可以揪一揪 大剧学 你可以试一试 我可以去讨论 我可以讨论 我可以讨论